醫療廢物製玩具, 執法部門說知它 這些玩具看起來就很漂亮 但有沒有想過, 其實它們是用這些醫療垃圾來做的呢? 這一對對的醫療垃圾所含的病毒 是普通家居廢物的幾十倍至上千倍 國家規定要全面招毀 但偏偏在廣東散頭專做玩具的程海區 就通街都是收這些數料的回收店 收來做有毒玩具 其實去年, 內地記者已經踢爆 這裡出產大量有毒玩具 副市長還要公開道歉, 承諾整治 但市隔一年還是這麼猖獗 先收集數料廢物押稅 隨便用水洗一洗就當消毒了 曬乾變成醫療, 賣給玩具廠 而玩具廠其實都知道用料的來源 按照標準, 生產玩具的原材料 每噸要一萬元人仔 醫療的價格每噸只要三千元左右 相差兩倍幾價錢 而醫療就包含大量可能致癌的甲醛 小孩接觸得多, 更加可能出現慢性中毒 但監察部門的工商所 竟然睜眼開睜眼閉 記者上門要求調查 執法庭院直接當他無道 都會有多不良 皆さん還是準備要求調查 很多計画 ! 三萬元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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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